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,学生们仍然不能放松,迷茫地等待着自己的未来。 然而近日,清华留学生办公室发布,关于2020年留学生本科生入学考试项目考试方案调整的通知, 决定取校2020年留学生本科生入学考试项目比试环节,学校将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进行远程面试。 也就是说,只要持有效外国护照,不国籍证明4年以上,且近4年在国外实际居住2年以上,还与水平达到HSK5级或5级以上, 就可以免考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,比如清华、北大、浙大、上海交大等学校。 除了入学条件简单,留学的奖金也非常丰厚,不仅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,每月发报2500元生活费, 还免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花学生综合医疗保险。 现如今清华、北大、中国最顶级的两座高等学府,是无数中国学子金中的学术殿堂。 如果你家孩子有幸打败千军万马,就可以进清华,与主席称兄道地入北大, 同大家聚加问道谈经,这应该是所有家长的骄傲,也是孩子一生的财富。 6月3日,第8届太悟师高等教育,亚洲大学排名发布。 中国大陆高校分裂第一,第二名,亚洲全时的高校里,中国独占六位。 如今社会升学,就业竞争一家激烈,国内学自己过头皮进不了的名校。 华裔孩子轻轻松松入学,完全没有任何压力。 很多海外家长都开始蠢蠢欲动了,美娃本窑,谈谈播报。